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粤文集团联合出品 改编自七点中文网的大凤大耕人 作者卖爆小郎君 演播头头冤大冰丸子小桃红等等等等 好多主播 后期制作小太阳 欢迎您的订阅 第1036集 卧槽 真的有七天哪 浮屠塔离开一刻钟后 一道霞光从天边掠来 那是一朵酒瓣连台 旗上立着一位肤色暗金 脑后燃烧火环的金刚 这位金刚相貌其丑无比 眼神凶恶 仅是外在形象 就能让常人吓得双腿发软 不禁让人怀疑 胚胎时是不是受了什么刺激 以至于长得如此对不起天下百姓 但若是西域人 怎能一眼看出这是修罗族 以丑陋和好斗著称的修罗族 修罗金刚的身侧是一位枯瘦的老者 双手捏花 盘坐垂手 他白眉垂到脸颊 眉心一颗肉质 正闭着眼 似在悟道 连台在山石郎级的上空停止 修罗金刚杜凡俯瞰片刻沉声开口 杜难师弟 几秒后 狼急的石队里传来动静 碎石滚落 杜难金刚爬了出来 他模样狼狈 红黄相间的袈裟破烂不堪 暗金色的皮肤暗淡无光 嘴角残留着金色的血字 你受伤了 如今大风 谁能把你打得如此狼狈 修罗金刚杜凡皱了皱眉头 杜难金刚回答道 人总到手 骆于横 盘坐在连台的杜擎罗汉睁开眸子 杜难 你打草惊蛇了 为何不等我与杜凡来了 再做埋伏 杜难金刚双手合十 那位二品术士也在图谋佛子 我本想杰足仙灯 在他之前倾注佛子 是我低估了佛子的实力 天机公要求合作 杜难答应了 他那只是虚晃一枪 他本想在那位术士出手前 勤拿住佛子 因此才没等杜凡和杜擎两位同门 但也试出佛子的底牌 杜难金刚补充 他有洛玉恒相助 有四天剑孙玄姬相助 我们接下来要考虑的是如何对付他们 至于打草惊蛇 龙器宿主是杨某 只要他还想收集龙器 就必定要与我等对上 机会不是只有这一次 还有很多次 杜擎罗汉做捏花状声音平缓 只有术士才能对付术士 不妨与天机公合作 杜难金刚挑了挑他并不存在的眉毛 佛门与那位术士的协议达成了 杜擎罗汉汉首 客栈内 李灵素用力推开了木南枝的房门 黄极道 刚打探回来 不出所料的话 徐前辈遇到的是杜难金刚 木南枝花容湿色 下意识地抱进怀里的白狐 三瓶金刚 三瓶的金刚 小白狐催生生地重复了一遍 李灵素点头 他返回雍州城后 方知不久前在城中发生的机战 有数百名百姓死于战斗的冲击波中 十几名百姓受伤 根据当时在远处观战的江湖人士的反馈 交手双方中 有一人是穿袈裟的和尚 特点是高大 皮肤暗金色 没有眉毛 胡须和头发 另一人长相平庸 没什么特点 但能驱使动物未及所用 结合打探消息前 木南枝给出的信息 徐谦遭遇三瓶金刚 这个推测 很容易就能得出 可知现在情况如何 木南枝急切道 李灵素遗憾摇头 木南枝在房间里来回踱步 眉头紧锁 李灵素还是第一次见她这般焦虑 以往的徐夫人悠哉悠哉的 说话做事都透着拦散 好像自己是个仙女 除了对她可能有几分好感 凡间的俗事不能让她挂心 还好 徐夫人看来 还是对徐谦很上心的 这样最好 她要是一直惦记着我 迟早徐谦会攒了我的 哎 我这该死的魅力啊 两人一呼焦虑中 窗户传来 噗愣愣的声音 一只黑色的野鸟站在窗框上 口吐人言 放心 我很好 李灵素和木南枝猛地转过身来 面露惊喜 小白狐也很惊喜 你现在怎么样 有没有受伤 百多追上了吗 那个光头鬼来在身边吗 木南枝问出一连串的问题 野鸟捉了捉脑袋 我很好 你在客厂安心待着 不会有问题的 好好等我回来 接着 他扭头瞪着李灵素 你随我出城一趟 雍州城北郊 清姓园 此处是公孙向阳闲暇时 呼朋引伴来玩多人运动的地方 在雍州某些圈子里很有名气 每每到了宴会时间 达官贵人们的马车络绎不绝 雍州城各大青楼里 最有名气的花魁 开开心心的受邀而来 挂满白霜的满足而去 平日里 清姓园特别的安静祥和 除了仆人丫鬟外 通常不会有公孙家的族人 过来入住 清姓园雅致 只有梅兰竹菊 取境通幽 后院呢 还有一座温泉 这是清姓园 被公孙向阳等贵人 热衷的真正原因 挂着明家自画的茶室里 许强和国师对坐饮茶 说起离京以来的 种种事迹见闻 骆玉衡端着茶盏 素面朝天 表情平静的听着 优雅 清冷 眉心的朱砂 将他衬托的宛如高贵 冷艳的仙子 若是再考虑到 大奉国师和二品 到手的身份 那么仙子就多了几分 凛然不可侵犯的威严 很难想象这样一个女人 会和我双手啊 老司机许清安有些忐忑 在他见过的女子里 骆玉衡容貌气质排第二 没办法 花神转世是个挂逼 至于身段 受时代限制 许清安看不见 穿小热裤的表表 看不见穿包臀牛仔裤的怀情 看不见烫大波浪的王妃 当然也看不见 骆玉衡道袍下的火辣身段 只能从高高鼓起的胸脯 目测此女有容乃大 对了 我已让李灵素过来 劳烦国师帮他解开封印 届时 接下来的七天旅 好让他保护穆南枝 骆玉衡淡淡的说道 卧槽 真的要七天哪 小姨 有话好好说呀 许清安心里一沉 骆玉衡似乎意识到说错话了 也沉默了下来 略显尴尬的气氛里 一阵脚步声从外面传来 李灵素在清醒员丫鬟的带领下 走了进来 前辈 今日凶险了 您竟遭遇了毒难间 声音 戛然而止 李灵素站在茶室外 浑身僵硬 愣愣的 看着 骆玉衡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 讲故事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